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期节目中 师徒二人在海口沙坡水库遭遇小白条的困扰 虽然经过不断的尝试 大鱼却始终不见踪影 为避开小鱼的骚扰 二人决定夜钓 夜钓真能避开小鱼 钓获大鱼吗 敬请收看本期 游钓中国 他这个白条巨大的已经超乎我们想象了 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白条能这么多的 是不是陈优大鱼 鲤鱼啊 或者是铃鱼啊 这鱼情不好 我们玩的可能稍微累点 但是累归累 累跟心情不一样 想测试一下的 这种心情是更加强烈 过程嘛 对不对 你辛苦也好 累也好 咱们就是都是玩 种鱼 柳鱼 砍瓢 这种信号 这个玩下一点 一趁 或者一送瓢 都是这种相处这种过程和这种情节 所以对钓到鱼啊 仅是一小而已了 按照昨晚商定的计划 小崔一早来到沙坡水库 做打窝的准备 希望今晚的夜调能有一个好结果 山路难行 为了节省时间 他小心翼翼的把车开到了距离掉点最近的位置 在旁人眼中 钓鱼是一件辛苦的柴事 器材耳料一大堆不说 做钓前的准备也是繁琐而枯燥 而像崔炳亮 华绍鑫这样的钓鱼人 只要能钓到鱼 受这些苦倒也不算什么 我们昨天四一天 把黏粉都用没了 就买了那面 这搬这样啊 谁的 好像只能先走一趟 走一趟 对今晚的夜调 小崔并不抱太多幻想 但无论结果如何 他都要按照师傅的意图尽力尝试 就这 按照我的第一判断 我觉得这水库根本就没信 所以我跟老头俩 我们俩还是怀疑什么 就是是它这个水库的渔情不行 还是说这个锁关钓鱼的人太少 他们就是钓不到 所以咱现在就费着劲 不是为了就这个渔情 我们要想办法把它解决了 然后把这鱼的看能不能钓上来 而如果能钓上来呢 可能对当地这些钓友都有一个帮助啊 钓大鱼 打窝是必要的准备 尤其是在大鱼密度不高的水库做钓 更要想方设法有鱼进窝 我昨天晚上先去买了一个电饭锅 煮到一点多 所以我觉得按照现在这个地方闹小鱼这个量 就是闹的这种程度 像这样的玉米啊 要是破碎了的 得打多少 我们俩人 一个人四盆 你得计算出来把这个 罗飞跟小鱼啃尿的哈 剩下的还得长时间的能留住才行 现在就有点软了 先给它打 只能用手了 哇 行不行 好 还行 最好是有个船 哎 滑得进去就最舒服咯 今天三十四度 本来计划是这两盆玉米啊 打两个锅 但是到这以后呢 我临时决定 就是打一个锅 咱要想说明这个问题吧 集中 这把握性更大一点 现在这个两盆玉米全打在一个位置 然后咱们只能是说等晚上啊 过来再看一看吧 就得看晚上了 也许是惦记了今晚的夜调 刚过中午 华绍新就赶了过来 除了看看徒弟打窝的情况 向小崔提出的问题也是开门见山 直奔助题 那么你感觉着 我们应该 这样 现足这样准备吧 2.5大线 2.5 我准备 1.2的住线 0.8的自信 弄不合0.8都错了 这两天已经通过这么多点儿都能看出来了 今天就打了点窝子吧 咱们往上掉 你可能想想当中啊 会有大鱼 就是这种险 我跟你说 一斤二斤三斤的鱼都跑不了 我呀 我绝对没想到有大鱼 要有大鱼的话 一回四盆 也劝你 打了两天 就像今天我打完这窝子 我坐那待了半天 我就想 我弄不好 半小时都没 罗飞泰的 我认为啊 还是针对着 就这么大的赖吧 对吧 他就是偶尔弄好一个金巴尔金铁 这种险多也问题不大 你狗一打 罗飞又出进去 险一错 是吧 包括就是偶尔有一个 这个比方说 铃鱼 铃鱼也不能用大狗 对 如果是当然 说下去就来 下去就来 那么立马缓的 不可能 不可能了 来吧 对鱼情同样不太看好的华老师 今晚的夜钓 打算用1.2的主线 0.8的子线 钩也换成了小锈钩 这种小钩细线的组合 就连经常与他一起钓鱼的小崔 也是不常见到的 一般的水骨都很少拿小锈 0.8紫钩都用上了 老师今天是已经把这鱼情摸得太透了 摸透透的 如果有希望的话 他肯定是大线主 他肯定是总想掉大的 但是他现在突然之间把这个线主变细 我觉得还是有原因 配好了线主 接下来要准备耳料 平常更喜欢一个人应对问题的华老师 今天向徒弟的提问也特别多 我要和什么 你说 还要叫罗肥 这里边啊 罗肥鱼的R 你说鲤鱼吃不吃 吃 肯定也吃 他习惯了 我们习惯有大的 但是他这地边大的全部都 我想呢 我这个小狗就对着罗肥来了 你看着 我还来我的 还得捏一点吧 两一点吧 过来 等一片回去吧 等一片回去吧 他那现在下不去 今晚的夜调 师徒二人将罗肥鱼作为目标 也是再三权衡之后的无奈之选 而夜调的目的 一是因为夜晚的环境安静 有机会碰到大鱼 最主要还是为了避开白天太过活跃的小白条 在实际气吹吊当中呢 全是感觉着晚上白条闹得要清一些 但是吊上来都是不到一辆 在一辆左右的那个小宝肥鱼 我就给小翠呢 想了一个办 我就把资钱收断 加钱 是沉住到底 这样呢 让大鱼吃的这种几率就高一些 我一给这种办法 立马就有一条大约有四两的一个洛肥鱼 就吊上来 小翠 您过来 什么情况 这比刚才那个大了是吧 大多了 没什么大的你 把资钱给收断了 你看他这个资钱是吧 对 把资钱给收断了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潮钱还是原来是那个迅锅四号的票 但是我换了一个B06 潜到底了 潜到底 潜到底挂大点呢 他就钓得大点 就这点 变 但是这也又算大的了 太小了 这还叫大的 这个时候这里就大的了 看看才钓 能钓这钓 钓不到咱们就差 好吧 嗯 钓了这么多年的鱼 每次出来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 当一出来钓鱼 心情特别激动 到钓到现在这个份呢 就感觉了 这是我去找一种 相守着人快乐 我说没钓到鱼 然后就把我们这个心情影响了 我觉得有点不值当 过程嘛 对不对 辛苦也好 累也好 咱们就是都是玩 种鱼 柳鱼 砍瓢 这种型号 这个外甲一颠 一趁 或者一送瓢 都是这种相守这种过程 和这种情节 所以得钓到鱼啊 仅是一串而已了 即使到一个陌生的水坡 就是说他没钓过啊 他还是会努力的去尝试 因为他一般不会放弃 夏淳 嗯 还钓啊 钓不钓的 我也说了不算呢 那他就瘦了吧 瘦啊 好 好啊 也没什么大的希望 这两天的经历 并没有影响小崔的心情 但他最大的遗憾 还是没能在沙坡水库 一堵过山季的真容 听说这种鱼既可观赏 也是一种当地人喜爱的美食 小崔灵机一动 跑到市场来碰碰运气 我现在还要想办法去找那个过山季 这边是卖海鱼 我估计在淡水鱼附近看一看有没有 不 那个海南婆有吗 哦 这个就是海南婆啊 这就是海南婆 哦 海南婆 是当地人对过山季的另一种叫法 学名应该是灰壳攀炉或攀山炉 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原生鱼种 以善于在陆地上爬行和生命力顽强而著名 说他生命力顽强 是因为过山季不但可以用塞在水中呼吸 还可以借助辅助辅助呼吸器官在陆地呼吸 离开水长时间不死 除此之外 他还能靠旗和塞盖的摆动 翻山越岭重新找到水源 因此得名过山季 有意思啊 这个有意思啊 这个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 快呀 快回来吧 快 我知道你这个生命力顽强 但是还不行 还很高 果然这个海南婆会爬啊 他有个名是过山季 他有个季嘛 我以为他跟季鱼很像 以前讲这条话的 在那名的话都叫过山季 过山季 过山季的话 他就说 水库人家有水地方流的 他都爬上坡的 爬过坡的 他自己能找到水源吗 我跟你说 他找不到的话 他是有水流下来 他放上去 对对对 水上 对对对 爬了 还有沟的水 特别多 你一上下去 他就上沟了 一上去就上沟了 哦 这不过特别小 为什么这样的事 我老遇不着呢 一老开去 他就上沟了 呵呵 和老 小学 我今天带你来的这个地方 是我们海口 有经常来玩的地方 这罗飞特别多 罗飞特别多 哎 这地儿一看就比较适合掐鱼啊 有点什么招擦啊 不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学点新东西 你可能还不知道 那我叫小整 你当个菜 当菜 好吗 行 比罗飞为主啊 顺罗飞 要憋着不算是吧 那就开始吧 40分钟一下 行 好 不过呀 如果我呀 要是玩力吃 我空口味不好的 试图二人比赛规则 目标鱼种 罗飞鱼 其他鱼不计成绩 以总重量判定胜负 比赛时间40分钟 各级各位 预备 开始 高比赛的赤子的这个 罗飞鱼啊 和修宣钓的罗飞鱼 是两码石 它属于被钓过的 有经验的 比较狡猾的这个罗飞鱼 它所谓是保守型的钓 我所谓冲击型的钓 本来我是用一个大瓢的 后来我一想 既然要是用瓢大 大瓢配用钱 下底快的话 那我就用小瓢 加一个大钱 下底不更快吗 到底就有鱼吃的话 那鱼吃它拉动小瓢 那动作不更大吗 我就是赌一把 小锤也很透明 他上一个最开阔的地方去 他先去站在那个钓位 我就知道 这小子相应兴趣啊 这郑大哥说了 这里边的罗飞 很大 很多 是吧 我想 哎呀 就三米六一杆就行了 现在这个季节 罗飞就靠边了 这一样的经济吃的两人掉 还一百个人掉 完全两八十 所以说我把四点二号的干的一 反而又还在六号的干 六号的干的 吊着容易 如果真正的比赛 还是吧 最后能到七号八号 甚至是九号 二斤左右的也非吧 我是用那一号的拉线 然后呢 是用那一点五的指线 叫倒拉牛 我当时是怎么想啊 只要能飞下来 我一把能抓住八十环 就行 比赛进行了三分钟后 华老师率先上鱼 老钓手的经验果然老道 紧接着 他继续连杆种鱼 这让小崔开始感到压力 不对啊 情况无妙啊 不好追的 小崔把钓 怕是缺乏他的经验 要是力气的时候 他肯定在钓上了 他就很快就能觉得 就差不多 几经努力 小崔终于见到了 比赛中的第一条鱼 但他的动作 却有些拖泥带水 再看华老师 台杆 飞鱼 蟹鱼 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这里面又有什么玄机呢 哇 和小崔杆都是三分六的 我闲端 猪闲端 因为这几年吧 一只美肥鱼 你看我肥的大量 就是赶紧的 很明确 比如说你站起来肥 他有两种担心 一个是把自限断了 我用的是 这个1.2号的思想 灵魂的洛飞鱼 他要让它 一头炸出去了 它往外窜的时候 你很麻烦 钓着这种鱼呢 就是 自己就把它扒出 就把它扒出水 这是最好的 压力之下 小崔再次出现失误 连连跑鱼 跑鱼原因是什么呢 只是 确定 这个飘 它出木出来了 就锯儿离底了 肯定锯儿没到底 就这样 不精确 可能调节有点高 安静 换挑 赶紧挑挑 经过调整 小崔渐入佳境 之后的比赛 也成了师徒二人的 上鱼表演 双方你争我夺 互不相让 让比赛的结果 悬念斗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黎本山比赛结束 还有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结束 华老师 二十五点五五 十七点三零 华老师上书 华老师 老师 老师 我们不是下鱼 为了让你开开心 对对 是不是 吃饭吧 华老师 这些鱼 这些鱼料得非常好 你们提供了很多的信息 咱们这边还要上下一站 给你们看看 咱们在诺巴里 等你水掉了更好一些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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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晝夜苦战 最终未能一见大鱼的身影 沙坡水库给刚到海南的师徒二人来了个下马威 小崔梦想一见过山际的心愿 却在鱼档得到了满足 一场并非刻意安排的比赛 让二人找回了久违的手感 明天 他们将前往海南之旅的第二站 丹州松涛水库 更多精彩 尽在下期 游吊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